所謂的相迎大兵的主題館 弄成這樣子 弄到目前為止 相當的斑駁 拿出一張張考察照 民進黨台南市長候選人黃偉哲 競選總部的總策劃郭國文 系數對手高思伯 當初規劃的台南市南區國際光點園區 現況有點慘 花了191萬的一個所謂的專業網站 也不見了 然後個人的導覽系統 也沒有了 也就是所謂的這南區光點 到目前為止都掛點了 當初說要打造新觀光熱點 各項軟硬體設備 可是花了不少人民納稅錢 像是為了推廣園區設計的 輔城一哥APP 要價400萬 現在已經沒在運作 為了園區設計的官方網站 191.3萬 現在也已經找不到了 當初更編了一筆470萬的路線推廣費 更是成效不張 被批評錢像丟到水裡 而點開現在唯一剩下的光點臉書粉絲專頁 每篇貼文都是從國民黨台南市長候選人高思伯臉書轉發來的 儼然成為小小的競選管道 那個網站已經沒有在寫觀光的事情了 最近有PO上網的都是高思伯的選舉新聞 三年政府花了3700多萬才招攬來兩萬個國際旅客 六成以上是路客 綠營把矛頭再度指向高思伯過去協助規劃的光點園區 要讓選民想想這樣的做事能力能否升任市長大位 藉由劉家衛主持於台北報導 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只有你自己也可以幫自己 他的品牌 或許可欠